嗨,大家好,Anthony 昨天呢,就去朋友家里吃烧烤 晚上回来呢,就觉得口有点干 喉咙有点疼 大伙看我今天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了 可能夏天吃烧烤,太热气了 今天呢,我就打算包些粥来喝 清一下火 那说起包粥,一定要喝皮蛋瘦肉粥了 一碗白粥,加点皮蛋,加点瘦肉 再加点小葱,加点白胡椒 哇,简直是清热又解毒啦 好,开始包粥 那要多清热一袋啦 包粥呢,就不需要太多米的 一个人吃一碗饭呢,就放半杯米 包粥呢,放半杯米呢 就一大锅粥了 来,现在我们先洗米 现在我们放半锅水去包粥 粥就在包啦 现在和你科普一下广东人喝粥 广东有什么粥?有甜载粥 皮蛋瘦肉粥,虾粥,田鸡粥,格乌粥等等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砂锅粥 总之呢喝粥呢就一定要有个讲究 总之什么搞 总之少 总之什么山珍海味和米饭放在一起 加上点水 包出来都是一锅粥 好粥坏粥 只要不要有老鼠屎 就是一锅好粥 粥呢又有分硬粥和软粥 什么是硬粥呢 那个米粒啊是硬的 包的时间不够长的 就硬粥 我们叫它硬心粥 那些米呢包的时间长一点的 软一点的 就叫软粥 看你喜欢是硬的还是软的啦 我就喜欢吃硬的啦 丢拉星啊 吃过粥而已嘛 说这么多野兽 呸 啊 好了现在我就准备切一下瘦肉啦 肉切好之后呢 我就会加一些酱油啊 芝麻油啊 生粉啊 腌一下 加点酱油 芝麻油 生粉 这些肉呢 包好保鲜膜 放入冰箱 等待用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粥先 粥已经开始吃软了 让它再包多15分钟就可以放肉 好 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呢就去花园 摘一下小葱 自己种小葱 自己种小葱 OK,粥现在拔好了,可以放瘦肉了 现在我就准备两颗皮蛋切块 等粥快好了就放进去滚一下 好,放皮蛋 等这个粥煮沸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灌火了 哦,沸了,我们去灌火 拿勺子搞一下它先 有点像生滚粥啊 粥上面这一层呢,叫做米油 这个米油呢,有健脾养胃和补胜的功能 对男生来说呢,是个好东西 哇,起锅啦 加点葱花,加点白胡椒,更美味 尝一下味道先 嗯,清淡 皮蛋下火 米油养胃 哇,喉咙很舒服 有空的时候把碗粥喝一下 轻轻肠胃排排毒 人就更健康啦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